天才肖恩的生活到底有多自律 每天6点 他会准时从地板上醒来 然后在房间完成500个跳绳 紧接着做20个俯卧撑 之后是5分钟的伸展运动 时间刚好来到了6点半 他做每件事都会提前订好闹钟 就连洗澡也不放过 刷牙的时间也必须是固定的 完成了一切后 肖恩开始整理房间 他用卷尺和胶带做好标记 因为他每天睡觉的地方必须分毫不差 今天是肖恩上班的第一天 但是他还是迟到了 原因是他没有把公交车晚点的时间给算进去 领导对这样的解释并不满意 今天医院来了个棘手的病人 他恶心腹胀还伴有剧痛 肖恩扫了一眼面前的CT 就判断出这是恶性肿瘤 女人当场就被吓得愣住了 尽管肖恩判断的没错 但同事却并不认同他刚才的做法 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吓坏病人 作为惩罚 领导安排他去做一些杂活 然而就在手术进行到一半时 同事却遇到了难题 肿瘤的大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而且被一个肾脏挡住 他们无法完成切除手术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 肖恩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正常人只需要一个肾 就可以完成代谢功能 如果将左肾切除 那就有足够的空间和视野移除肿瘤 但这也是十分冒险的 女人很可能会直接死在手术台上 但肖恩可管不了这些 说完就去打砸了 眼看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们决定放手一搏 根据肖恩提出的建议 他们切除了健康的左肾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没过一会儿 一颗巨大的肿瘤就从腹腔中被取出 女人醒来后 连连感谢医生救了她一命 殊不知肖恩 才是她真正的救命恩人